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啊 我是最喜欢听故事 也喜欢说故事 而且最喜欢玩故事的飞天仙子哦 小精灵们 仙子姐姐好 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航航 嗨 大家好 我是鲤鲤 你好啊 大家好 我是橘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黄 你们好啊 今天好不容易哦 好 今天仙子姐姐要先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 请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花 谁要先跟我们分享 黄黄 玫瑰花 为什么 因为它长得很漂亮很香 好绿绿 蝴蝶蓝 蝴蝶蓝你喜欢蓝花 为什么 因为蝴蝶的样子觉得很 让我觉得很可爱 好 那黄黄你呢 你喜欢什么花 我最喜欢百合花 你喜欢百合花 为什么 因为它香香的 而且是纯洁的代表 所以我猜猜看 你喜欢的是白色的对不对 我喜欢荷花 我觉得它很漂亮 水里的荷花吗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紫色的 很棒哦 那你们知道我最喜欢什么花吗 今天我就要介绍我最喜欢的花给大家认识哦 听听 用心想一想 哇 这什么花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叫做 用台语来说呢 就是寡王辉 有人有听过吗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跟大家介绍一下哦 这种花呢 其实常常都可以看到 在山边的小路上啊 或者是一些山坡上都有哦 然后啊 在台湾呢 它是在秋天过后会开花啊 而且一开就是一整片哦 在山上这样子摇啊摇 对啊 姐姐 你为什么喜欢这种花啊 因为啊 尖盲花在我心目中 是一种很坚强的花哦 我们可以看到它很柔软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会说它很坚强呢 因为啊 它到哪里都可以在开花哦 它只要遇到啊 很坚强 然后很适合它生长的地方 它的种子就会在那里落下 然后长出一整片 然后又继续在风中摇摆哦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就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大家说它像什么 扫把 扫把 没错哦 然后把很多聚集在一起 边一边就可以变成一个扫把了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啊很有趣哦 可以把灰尘带走 是很方便的 说到这里啊 新智姐姐要再带大家去看一个故事哦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江西 一个叫做万娟的小朋友 她跟我一样最喜欢煎盲花了 而且啊 她还可以用煎盲花边的扫把赚钱哦 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仙子姐姐要带大家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中国大陆江西省飞剑潭山上 住了一对可爱的姐妹花 她们是12岁的万娟和14岁的万根兰 她们家没有很多钱 姐妹俩只能靠着一颗昏黄的灯泡来写功课 有时候灯泡还会突然不亮 这时候妹妹万娟会自告奋勇地把它修理好 这灯是坏了吗 不是 那它怎么了 松了 清晨五点钟 天都还没亮 姐姐万根兰就已经在厨房准备早餐哦 这里没有瓦斯炉 都必须点火烧柴来煮饭 当姐姐在厨房忙着煮早餐时 妹妹万娟在菜园也没闲着哦 万娟在挖什么 薄薄 这是根本要煮的 对 所以每天要煮菜都要来这里挖 嗯 有时就不用炖炉菜 你们知道吗 姐姐更兰从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会烧茶煮饭 而妹妹望娟也在五岁的时候 就会帮爸爸放牛咯 因为爸爸一直眼睛生病了 没办法出去工作 妈妈只好到外地去赚钱养家 留在家里的妇女三个人 难省则省的过生活 妈妈现在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多少钱 她一个月之间也是 包括佛系也是几百分钱左右 几百块钱啊 对 几百块钱 飞溅檀香 山上的尖门花又开了 这也是万娟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董事的万娟 知道妈妈赚钱很辛苦 所以她和姐姐都会一起去拔尖门花 然后把它们编成造把去卖钱 万娟通常采这个都是 什么季节在采 就是 夏天的时候吧 夏天 嗯 待会儿就去拔 夏天过了就美了吗 有是有的 这个会干 干那就不好弄 为什么要打枝啊 怕它断掉 做一把这个要花多久 小心啊 为了想多赚点钱 万娟的手没有停下来过 林巧的双手不停地编织着尖门花扫把 看到万娟身旁已经编好一把把的扫把 很难想象 这些全部都是她一个人做的 等到扫把全部做好了 万娟的爸爸向邻居借了小船 带着万娟去卖扫把 老板你还要卖扫把 卖扫把是吧 今天兑了多少啊 二十多个吧 二十多个啊 这两块钱一把吧 两块五吧 两块五啊 但是你这个抓的不怎么好啊 那我多一点就可以吗 啊要不两块二好了吗 我们在那里跑过来 你就多三把钱也可以吧 啊两块五两块五好了吗 二十吧 刚好五十块钱啊 太棒了 万娟做的扫把卖到好价钱咯 拿到钱的万娟非常开心 一切的辛苦总算是值得了 那你的钱要拿去做什么 留这套时候 该用的时候再用吧 我先给爸爸是吧 是 那该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没有了小字笔 就可以跟爸爸说 万娟把赚来的钱都交给爸爸 对万娟来说 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 为了帮助家里 什么事情她都愿意自动发心的去做 凡事能省则 家里的事情主动帮忙 我们从万娟身上 学到好多好棒的精神 你们说对不对啊 看完万娟姐姐的故事 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万娟姐姐她很厉害 她为了维持要帮家里赚钱 然后还会自己编掃把 很棒 就是用我们刚刚看到的肩盲花 对不对 其实不要看她好像用得很俐落一样 肩盲花没有那么容易剥开 变的时候手都还有可能会受伤的 所以她真的很厉害 那姐姐呢 我觉得那个姐姐她很厉害 就是帮她们家赚一点钱 然后她可以 她什么愿意 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 就是想要帮她们 家赚钱 她竟然把功课写完以后 就一直在做扫包 而且她在家里 她还要做很多什么事情 打扫 打扫 你有看到哪些 她要不要煮饭 有 是不是很早起床煮饭 对 天还没亮的时候 对啊 很厉害 还有碗 马铃薯 很棒喔 其实大家都说万千姐姐好厉害 好厉害 但是啊 仙子姐姐觉得她最厉害的一点 是她什么事情 都是她自动自发去做的 那仙子姐姐就要来看看 我们大家 有没有办法自动自发 她在自己生活里面做一些事情了 听听 用心 想一想 是什么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小精灵们手上都有一个圈插牌 等一下电视机前面的你 也可以自己来跟着我们回答问题 看你是做得到还是没有做到呢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 时间到了 我能自己起床 可以的人举圈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行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吃完早餐 我能自己收拾碗块 有做到的人举圈 还可以自己洗碗吗 变更你的牌子 有的虽然不能自己收拾 可是可以自己洗碗 很有趣 我们来看第三题 上课 零声响 主动进教室 准备上课了 大多都可以做得到 很棒哦 那第四题 回家主动把功课写完 谁做得到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行 很棒啊 很诚实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得到 跟做不到的事情嘛 那第五题 我们来看看哦 主动把联络布给爸爸妈妈签名 可以吗 或是给阿公阿嬷签名 几乎都可以哦 那我们来看第六题 睡觉时间到了 主动上床睡觉 做得到的人举圈 没有做到的人举 大家都做得到哦 很棒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为我们 举圈的题数拍拍手 好 那没有做到的也没关系哦 我们就是要来想一想 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好像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早起嘛 因为我爸爸有送我一支手机 我就听闹钟 自己有设闹钟很棒哦 因为我妈妈每次六点的时候 都会设闹钟 然后我就听那个闹钟 然后听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自己先起来 很棒哦 所以也可以听闹钟啊 或者是对这一天充满期待 你就会早早起床了 像假日一样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四题哦 第四题刚刚也有很多小精灵打叉 回家主动把功课写完 刚刚打圈的是缓缓 我们请她分享一下 因为我的功课都比较多 所以一定要赶快写完 很棒耶 所以啊 这也是一种很认真很负责的态度哦 那其他小精灵 你们觉得还可以怎么做到 莉莉 就心里想着 赶快写完功课 待会儿才可以玩玩具 先把份内的事情做完 对不对 很棒 那橘橘呢 就是回家 一回家就马上把功课拿出来写 然后写完就可以苦尽甘来 然后呢 就可以去上床睡觉或者去玩 很棒哦 所以你觉得你要怎么提醒你自己 我回家把功课拿出来 然后赶快写 赶快写完 然后写完就可以玩我很喜欢的玩具 很好哦 自己提醒自己 很棒耶 这样子啊 就是可以做到自动自发的好孩子哦 可以说到这里啊 仙子姐姐要再带大家去看一个故事哦 这个故事里面的小主角啊 他们都做得到 时间到了 我可以自己起床 而且他们都很早起哦 有多早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喂 赶快起来了 快点哦 嗯 现在是早上的四点半 天都还没有亮呢 这对每天都要四点半起床的姐弟 叫做义君和药家 当大家都还在被窝里舒服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要起床 因为他们要到妈妈的早餐店里帮忙 来到早餐店 妈妈已经开始做早餐咯 而义君和药家也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义君跟药家的爸爸不在了 妈妈开了这家早餐店来赚家里的生活费 和梁姐弟的学费 为了多赚点钱 妈妈没有一天休息 看到妈妈的辛苦 董事的义君和药家梁姐弟 就算每天要四点半起床 也都主动到店里帮忙 你们是到几岁的时候开始会去帮妈妈做生 我三小时就过都会去做的 你们那个时候是都几点都要起床 如果像那种过年啊 过年的话啊 就会也是跟妈妈一起起床啊 就是三点四点那边就会起床了 当然我又很舍不得这么早就把他们叫起来 他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有时候也是会不愿意 要他爬起来那上真的是很痛苦 尤其是冬天 冬天你就要起来 因为有的大人都爬不起来 何况是小孩子 义君姐弟俩负责帮忙准备材料 孝顺又懂事的他们 也感动了不少早餐店的客人 觉得这家早餐店多了更温馨的气氛 而经常上门来买他们的早餐呢 义君跟药家姐弟俩 还主动负起早餐外送的责任 不管刮风下雨 姐弟俩的外送服务都没有间断过 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趟 他们俩也从来不说苦 谢谢 所以你们等一下今天还要去送 等一下还有一趟 因为还没有 你们这样外送早餐啊 除了汽车一碗之后还有哪些地方 就我们店附近的住家公寓啊 都会叫早餐 那你这样你们会不会送班辛苦啊 不会啊 当运动嘛 只要想到妈妈独自经营早餐店 养大她和弟弟的辛苦 义君就会很心疼妈妈 辛苦 她都常在心里都不跟我们说 可是我们都知道啊 像她看电视会发呆 发呆就是不是看电视 就是在那里想事情想事情 然后叫她的时候 就是如果叫一次她不理解 就是还有什么困难的 就是只要最近要缴什么钱啊 就会比较就是心情比较低落 就不会像平常这样很开心的跟我们聊天 就算妈妈不说 义君也能够发现妈妈的心事 是 为了让早餐店多赚一点钱 义君想了一个好点子 那就是利用电话简讯 让学校的同学和老师点餐 这样一来 早餐店又多了一些生意哦 今天早 早餐 我的早餐来了 好 一天的体力就从现在开始 好 今天怎么样 很好啊 很好啊 很早事 没有啊 是要快乐的一天 对 好啊 加油啊 好 那我来了 实际拿 早餐来了 快点 看不出来说 她其实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成长的 感觉上她是很健康的 也很乐观 这当中其实也已经看得到说 她有体会到妈妈的辛苦 所以说好像只是在帮同学的忙 带早餐 可是相对的她其实也是在帮妈妈 就说等于是帮妈妈多做点生意啦 另外 义军和邀家姐弟俩都报考了餐饮课系的学校 他们的梦想就是可以开一家餐厅 让妈妈提早退休想想轻浮 到家还趁着假日 主动去找外婆学做菜呢 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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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好吃 那好了 哇 一声 好 来 晾下 烤焦 烤焦不可以加烤 要用土焦 土焦 这里把它焦一焦 这是这里炒饭 好 来 这样炒焦 好 很好吃 很好吃 好 来 好 现在 那你未来想要开始 我想开一面包店 就算每天都要一大早起床到早餐店工作 但是义军和邀家他们非常有毅力 从不间断 不但一家人的感情紧紧的细在一起 相信他们要开店的梦想 也一定会实现 因为只要有毅力 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到他们 看了义军跟邀家的故事 有没有觉得很多事情真的都不用大人叫我们怎么做 我们都应该自己可以去做 对不对 嗯 我觉得义军姐姐她很主动 因为他们每次都会早早起床 然后就去早餐店 预备他们等一下要用的东西 那恒恒呢 我觉得他们两姐弟很棒 他们就是会帮妈妈卖早餐 然后就会多赚一点钱 帮妈妈多赚一点钱 也帮妈妈分担她的辛苦 对不对 嗯 真的很棒哦 其实啊 仙子姐姐觉得 这些啊 也都是因为他们愿意去做 然后愿意去学 所以他们才会越来越厉害的 说到这里啊 仙子姐姐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哦 你们想听吗 想 这个故事啊 是我们慈祭的上人施工的故事哦 上人施工是三点多就起床了 那那么早起要做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其实在四点半的时候啊 他们啊 就要开始做早课了 早课的意思呢 也很像你们做功课一样 他们要念经啊 念佛啊 然后啊 六点的时候呢 大家就要吃早餐了 那吃完早饭 到了七点的时候啊 施工上人啊 他就要透过网络 对全世界的志工开会哦 他会告诉他们一些话 然后啊 让他们提起精神来知道 这一天又要开始了 我又要帮助好多的人 我又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哦 因为对施工来说啊 其实一个人如果想要帮助很多的人 首先呢 他自己一定要很有精神 然后也要很有耐力哦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上人施工啊 他才可以带领慈济这个大家庭 为全世界做那么多的事情哦 我们也从他都三点多就起床的这件事情 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对不对 嗯 所以啊 希望看完今天的故事 大家也都可以学习 不要赖床 早早起床 当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好不好 好 我们都要努力才行哦 飞天仙子故事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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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